我記得大約六、七歲時 爸爸有錢可以去買樓 去到一個樓盤見到一群建築模型 我自己想像自己可以縮小在裡面的感覺 那個記憶很記得 所以可能這樣就促使我 會在這個方向做我的職業 大家好,我是Maggie,我是陳惠基 我是來自香港的 我的職業是微縮模型工作者 亦有人叫我們做歲月工程師 微縮模型是大約18世紀 就是源於德國 最初是教小朋友或女兒的小朋友 怎樣去做家務 會有一些廚房類型的東西 教他們 除了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會有微縮模型 台灣也有 其實我們通常都會用一些實物 把它縮小成1比12或以上 可能去到1比87 造成一個真實感的模型 你們拍照買去都不覺得它是假的 我們便覺得成功或者得到一個認同感 通常我們一個展覽模型 例如一個雙塔式的公屋 我們需要三至四個月才完成到 買一個一盒的模型 回來已經是切割好 你嵌好噴就可以了 但我們要由零開始 一定要搜集資料 按自己想做的比例 需要的時間都要三至四個月 之前我是做會計的 最終我選擇了微縮模型 是我的職業 因為當時是有病的 做了全身麻醉的手術 當我康復的時候 我想應該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 所以就選擇了微縮模型 全職去做微縮模型 真的少之有少 可能只有我和Tony 其餘的都是業餘性質 可能自己有個正職 業餘會做這件事 其實在香港做微縮模型全職很艱難 因為租金 我們自己的生活費 其實都很昂貴 在微縮模型這個範疇裏 女性是比較多 女性的導師亦都是比較多 男士就真的少 男士他們做一些情景模型多些 可能高達那些模型會多些 微縮模型就是女士多些 學生方面亦都是女士多的 要做很多很多的壽球 其實擺在哪裏呢 擺在一些 我們自己摺的項目 都是做微縮模型的精緻度 我們才會摺 如果你摺一張單 譬如最近的一張單 我們是做王大仙一百周年 是有局限的 因為題目已經局限了 我們發揮的東西 就在作品裏面的小節位 反而如果我們自由地創作一件事 就可以憑空想像 或者不跟現實都可以 我們做的展覽通常都是做香港情懷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去年也有做一個項目 不是做復古的東西 亦不是做一些懷舊的東西 就是劉德華先生的拆彈專家儀 我們就做了五個他戲裏的模型 可惜香港沒有展到 就去了北京 做這件事是我的興趣 一生的興趣 今天這件事 我們今天沒看到 我們現在的宣告 是百分之洪的 是百分之洪的 至少有一個有一個參與